我作佛时,十方众生,闻我名号,至心信药。 所有善根,心心回向,愿生我国,乃至十念。 若不生者,不取正觉,为处五密,诽谤正法。 净土圣贤路 清,马敬修 清朝的时候,在松江,金属上海,金山县,有一位叫马敬修的居士。 他到中年的时候,喜好佛法,并与同乡志同道合的几位居士,在一起共同修习净土法门。 他愿心恳切, 他求生极乐净土的信愿更加恳切,并受了幽婆色戒。 马敬修就这样,竭尽心智地努力修行了好多年。 后来,马敬修是患了腮腺腺肿大的疾病,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很困难。 然而,他往生净土的信心与怨心却没有丝毫的松懈。 阿弥陶佛,阿弥陶佛,阿弥陶佛,阿弥陶佛。 有一天 正好松涛和尚前来探视他的病况 马静修就请松涛和尚留下来 祝他念佛 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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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天之后 马静修看见 床前有一座金色的小塔从天而降 同时还有青色黄色红色和白色的四色莲花 颜色鲜艳茂盛异常 随后 马静修就合掌 跟周围的大众告辞说 极乐世界的导师 阿弥陀佛 来了 然后就不断地称念 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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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一秒钟可以念一句佛号 我这一秒钟没有念佛 这一秒钟空过了 这个空过是无比的损失 一秒钟我也不空过 口里没有念出声 心里默念 念念纯是阿弥陀佛 你能不得佛保佑吗 你能不得佛力加持吗 肯定的 得阿弥陀佛微神的加持 其他就都不要了 都不必去理会 一心向往 佛什么时候来接我 什么时候就走 没有丝毫牵挂 上镜下空老法师 2012净土大经科著第585集 2014年1月16日 香港佛陀佛教育协会 大 Holl叫什么 Cuba 2014年1月16日